大家好啊 大家 像是这种叫什么蛙 我们农村人叫它千牛蛙 是种观赏暂时非常高的一种野花 今天我主要分享它 在我们农村有一个很小的偏方 对我们农村人比较实用的 一个偏方 下面 先让大家 静静的认识一下 这是它的花朵 开的非常的灿烂 然后 这是它的花蕊 很小一点 很小一点 这是 只将要开的话 看着就是认识上它的热纸 这一张 白虫就有了 然后 放这一张看一下 它每一张热纸 都分为 五张小眼 两边的树 两边的树 没有融化 千牛蛙呢 在我们农村的田间地头 都长得非常多 但是 它最实用的就是 它的叶子 比如夏天 或者有蚊子的使用 比如小孩或者大人 被蚊子叮咬了 或者密封遮挡 可以 在三四边的树 直接放到 手心搓 一直搓 搓到它 它的积水 已经流出来了 然后 比如 咬到什么地方 然后 就 往什么地方掐 它建设非常的快 急痛急痒 结果是日记好 这个小边方 在我们的流程也非常的实用 我要说的小边方 就这么多 然后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身后最漂亮的花朵 如果 网友们 有更好的建成 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看来 都非常的干� 4 看看 这些然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